今天是開春後 我們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新春開工第一天 國民黨中央舉辦新春團拜活動 現任黨主席坐兜 歷任黨回幾乎都到場 國民黨在江主席領導下 我感覺到氣勢在上升 又看到像趙昭康這些老黨員 離開來又回來 都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開城復工 樂觀奮鬥 團結就是新年新希望 只是現場卻不見前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已經年前表態 將參選賭席的趙昭康 難道是刻意亡不見亡 最新亡的很多 幽默回應 來巧妙躲避黨內主席選舉議題 不過自從趙昭康 抛出參選震撼彈後 有意參選的人紛紛動起來 現任主席江啟臣 曾擔任新聞局長 也是連任立委 基層實力雄厚 回國國民黨的趙昭康 當過立委環保署長 現在是中廣董市長 長期經營媒體 具有空戰優勢 朱立倫學經歷完整 當過傅格奎 也當過新北市長 沉淺的韓國瑜 當過立委 高雄市長 擁有龐大的死忠韓粉 影響力誰都不敢小看 大家爭取這個服務的機會 那公平競爭良性競爭 其實對黨是好事啊 國民黨主席七月改選 新春團敗 象徵新年開始 也點燃了當主席選戰 黃宇西文宋居宇 林志鵬林婉瑜 台北報導